你好我是佳妮今天主题是太阳队玩整体 就问对手要怎么守 KD为太阳带了些什么 就会站立分析 以及下一步 相信全世界的球迷在今天都在关心同件事 那就是死战KD的太阳出登场会打的如何 其上上个赛季 当队在Chris Paul以及Booker这两位年度前三队球迷的带领之下 就已经可以拿下西区第一的战绩了 现在又来了一位拿过两次Final X MVP的KD 这三名球迷的组合 相信一定会让球迷非常期待 今天咱们会多花一点时间聊KD在攻守两端上 带给这次球队什么样的影响 进攻段的部分因为这只是第一场比赛而已 所以以上这三名球迷势必还会再进行磨合 不过我自己是不会太担心 第一点Chris Paul是史上最好的控球后卫之一 他一定知道该怎么样分配球权的问题 第二点KD跟Booker虽然单打能力都很强 可是他们的无球能力也都相当出色 所以进攻段的部分我自己并不会太担心 而就今天这场比赛来看 我更想要跟大家聊的是防守段的部分 因为我已经看到KD在防守段上 帮助太阳队加非常多分了 好进入主题之前也请各位动动你的金手指 帮我们的影片按个赞 你一个小小的鼓励是我们做影片最大的动力 感谢您 球迷如果有印象的话上个赛季 他跟独行侠在季后赛的那个系列赛 也就是戏区第二轮 他对会输球的主要原因 第一个是Chris Paul被独行侠用风险球员彻底锁死 独行侠的防守方式就是在前场就开始加压 他让Chris Paul打得很辛苦 失误次数也非常多 第二个原因就是Eyton被打点打得非常惨 实际上他守陆卡丹吉准球员已经守得非常好了 再怎么样都比路里狗贝尔更出色 这里指的是游七区以外的部分 毕竟Eyton的速度优于路里狗贝尔 可是一旦Eyton被对手拉出游七区 这也代表着太阳队会进去没有球员进行护框 毕竟上个赛季 太阳前场主要球员是Bridges Johnson以及Jay Crotter 这三名球员的身高都在67-68左右 所以他们也比较难成为球队的最后一道防线 不过此生KD的身高是6-10 他在勇士时期很多时候是场上最高的球员 如果你认为他在勇士队只在进攻端有贡献 那你就错了 因为他的护框能力其实并不差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有身高的优势 画面上这几个回合都是KD在勇士时期 拦下护框的画面 比方说这一个回合 当时仍然在帮文队的DDR切入 勇士最后的防线是KD跟Green 最后DDR是被KD扒了一个火锅 另外像这一个回合 Green被对手拉出油漆区 Dobron Jones面对Rada 虽然切过去了 可是最终还是被KD扒了一个火锅 所以如果你认为KD在勇士队只有负责进攻 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 原来本季他在洋王队跟Ben Simmons 以及Cleston这三位身高至少都6-10的圈 在场上也带给对手很大的压力 主要原因是Ben Simmons跟Cleston 在两名球员的防守范围都非常广 再加上KD虽然在大伤之后 整体速度跟爆发力都不能跟过去相比 可是他依然可以靠着身高的优势进行防守 画面上这一个回合对手想要单打KD 切入之后KD就把球拨掉了 实际上这个回合后面还有Cleston等着扒火锅 另外这个回合 Hole George想要进行切入 KD是在斜防的情况下巴了他一个火锅 最后我们要看的是Cleston 人高手长的他最后去干扰对手的投篮 从以上这几个回合 相信球迷应该就能知道KD在防守端上的重要性 简单的说他的位置算是风险 可是他的身高却足以担任球队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点老实说非常重要 好了解完KD在防守端上的能力之后 咱们要聊聊他的加入可以为太阳队带来什么影响 刚刚有提到上个赛季 Atom只要被拉出油漆区外 那么禁区就会没有全能进行护框 再加上Atom本身没有外线能力 所以只要比分一落后 那么总教练就会选择把他换下场 这也导致Atom对于自己的上场时间 跟出的次数感到不满 不过在KD加入之后 Atom的出的次数可能不会变多 不过他在场上的时间应该不会减少了 因为当他被对手拉出来单打时 KD可以进行护框 画面上这个回合Atom防守辛海哥 辛海哥把球传给队友之后 KD直接扒了对手一个火锅 接下来他更是回进对手一颗三分球 另外像这个回合 Atom被拉出油漆区外 黄蜂队想要强打禁区 KD又来了一个麻辣锅 再接下来他面对Terry Rozier的单打 一样守得非常漂亮 后果以上这几个回合 相信球迷应该就能知道 KD在防守端上确实能分担Atom很多的工作 另外如果太阳总统教练想要打风险的阵容 那么场上至少可以保有一位身高6-10的球员在 这一点跟上个赛季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进攻端 不过因为今天只是KD加入太阳的第一场比赛 而且他才刚刚回到场上 再加上对手又是实力不算强的黄蜂队 所以目前还看不到更多进攻端上的变化 今天KD其实很多个回合都是自己进行单打得分的 比方说队友帮忙掩护KD直接选择中距离出手 这种急停跳投其实是他的招牌动作 另外这一个回合 Vispo跟KD以及Atom来了一个三人小组搭配 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一拍 Atom第一时间下滑至禁区很漂亮 不但可以拉开空间让KD进行单打 同时如果防守全员没注意到他的走位 那么禁区就会闹空城 接下来虽然黄蜂队进行了包夹 不过KD还是来了一个后仰跳投 投进这种球对手只能笑笑的 因为真的守不住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Booker 他是埋伏在底线等投三分球 打得非常轻松 实际上Booker这样比赛攻下了37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的表现 外面上这个回合Booker切入 Vispo跟KD站在外线帮忙拉开空间 这里是开玩笑的说法 如果你是Booker 你可能会有选择障碍 你就是到底要传给谁对吧 不过最终Booker是选择自己上 另外这次切入的球员换成Chris Paul 拉开空间的球员变成KD跟Booker 这三名球员都是年度前三队的球员 老实说对手真的很难进行防守 虽然今天只是这三名球员的第一次合体 不过我个人已经觉得 太阳队在季后赛中是值得期待的球队了 未来我更想要看到的是 Chris Paul跟KD有更多挡拆的配合 一前场一后场的搭配 两名球员不但都有终结球的能力 而且这两名球员的中距离都非常准 再加上Chris Paul的传球视野非常好 所以我个人是蛮期待这两名球员打挡拆的画面 所以KD的加入不只是在进攻端上有帮助 实际上他也可以分担Aton 等常人在防守端上的工作 如果总教练Monty Wins想要打风险的阵容也没有问题 毕竟KD有身高的优势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太阳队的阵容如何 太阳队为了得到KD不但送出多个首轮签 另外一次送走的三名主要的奉献球员 也就是Bridges Johnson再加上Jay Crotter 不过否认这队的团队战力有着很大的影响 不过实际上Jay Crotter本季并没有代表太阳队上过场 所以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用Bridges Johnson 两位先发球员换KD 而在这比较办中 太阳阳跟狼狼队拿回身高就持8的TJ Wallen 他本季在狼狼队场军可以攻下9分 实际上他也是一名可以打多个位置的球员 另外太阳队也跟雷霆队完成交易 拿回身高就持9 目前才22岁的Baisley 以及签一下跟魔术队完成买端合约的老将Ross 这里要注意的是Ross的身高也有6.7 他的部分可以打23号位 直接剩下场军得分为11分 另外球队目前还有Tori Craig 以及Okogi这两位奉献球员 我们要注意的是Okogi 虽然他的身高只有6.4 可是体重有210磅 而他在交易案过后有了先发的机会 整个2月份场军得分是16分 目前球队是让他跟KD康先发34号位 换句话说 板阵上还有Tizer Wallen、Ross以及Tori Craig 这三名奉献球员 所以他能队目前是有本钱打的比较爱巧的阵容 反正进攻端就交给Chris Paul、KD跟Booker 至于另外两名球员的主要工作 就是防守跟3分 实际上有Kogi跟Tori Craig 这两名球员的防守都相当不错 他能队在KD加入之后 场上阵容的部分将会更具调整性 至于Wawe的部分除了Aton之外 阵容中还有身高6尺11的Landell以及Biambo 我自己的看法 太阳对4-5号位的人手已经足够了 即便是面对到尽快队也是如此 唯一的问题是以上这三名常人都没有外线能力 虽然Landell会投 可是不算准 现在3分球命中是2成8 所以常人没有外线的部分 也会让太阳在进攻端上的战术 稍微受到限制 至于后场的部分 球迷就不用太担心了 先发有Chris Paul跟Booker 板凳上还有Pen、Nagy Shaman 以及勇士球迷非常熟悉的Li 实际上只要Chris Paul跟Booker可以保持健康 那么后场的部分的球迷就不用太担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薪资表 下个赛季团队薪资为1.63亿 自然中有4名球迷的薪资在3000万以上 再加上多名球迷的合约都到了 简单来说 本季团队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总冠军 因为秀赛季 球队并没有踢队Warren、Ross、Okogi等球迷的鸟圈 这当然也会增加西装组的工作量 所以站在太阳的立场最好的方法就是本季可以顺利多冠 好整个来看 虽然今天只是KD加入探队的首战 不过我自己的看法 他的加入不但在攻守两端上都可以帮助球队非常多 更重要的是 方提问时可以依照对手的打法 适时的调整场上的阵容 这一点在上个赛季是做不到的 这当然也会让太阳球迷对本季有着更多的期待 另外后场双枪的组合 在目前的NBA要走得远老实说有难度 这个时候前场多了一位得分王KD 老实说对手的压力一定会非常大 我自己的看法 季后在太阳队能走对的关键会是防守 另外就是角色性球员的发挥 这个部分就要看中教练Monte Wenz的功力了 毕竟防守是团队的工作 另外关键时刻 角色性球员要放谁 也必须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当中找到答案才行 好 以上就是这节内容 希望今天影片你们会喜欢 今天影片就出了 这样下喜欢跟分享这部影片 也别忘了订阅频道给个试试 鼓励 更重要是要记得开启小铃铛 那今天就这样子啰 我是嘉宁 我们再次见 拜拜 拜拜